年冠将至 我与闺蜜吴悠悠如往常一样 到美发沙龙做发型 我们两个并排躺在洗头椅上 吴悠悠转过头来对我说 诗音,你最近可要多留意一下陆艳辰了 早上我家老梁告诉我 她在这儿 她看到陆艳辰在车行提了辆红色甲壳虫送人 虽然梁宇不让我告诉你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 那么闷骚的车能是送给谁的 而且那车可不便宜 她还真是下了血本 我闭着眼睛 沉默了半嗓才恩了一声 吴悠悠明显对我的反应不满意 她坐起来轻轻拍了我一巴掌 你可别不当一回事 陆艳辰现在的地位不比以前了 梁宇说她那美城现在摊子扑得大着呢 连我们家老头子和她做生意都得看她脸色 哼 现在的男人啊 他们野心不过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吴悠悠躺回去 讽刺的笑了笑 一个是事业 另一个就是女人 像陆艳辰这样的男人 表面上看着斯文 又带着一股子衣冠禽兽的粘坏 闻着味上来的女人可少不了 我依旧还是闭着眼 这次连恩一声都没了 吴悠悠沉默了片刻 深吸了一口气 真心实意地对我说 其实之前我很羡慕你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长得又帅又能干 但现在想来 男人普通也有普通的好 就像我家梁宇 虽然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长相也很一般 成天跑出去钓鱼遛鸟 倒也省心 我依旧保持沉默 吴悠悠翻身朝向我 在咱们这个圈子里 像你和陆艳辰这样恋爱结婚的 鼠蝎子拉屎读一份 当时真的把我陷入坏了 但我现在反而觉得 像我们这种家庭安排的婚姻 反而比你们这样的更稳固 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感情 全因为外界因素结婚 现在也轻易离不了 而像你们这样 如果有一天感情没了 还怎么继续过下去呢 我睁开眼 看了吴悠悠一眼 微微一笑 表示赞同 吴悠悠似乎满意了 转身舒舒服服躺下 催促发型师过来 看看药水上好了没 做完头发后 我与吴悠悠逛了街吃了饭 然后去表演班 接了四岁的三宝才回家 不同寻常的是 陆艳辰今天回家特别早 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陪六岁的二宝 一起拼装机器人模型 同样六岁的双胞胎姐姐 大宝在房间里练琴 我冲了个澡 吹干了头发 换上了宽松的居家服 又忙着催促孩子们 赶紧去吃晚饭 保姆在餐厅照应着孩子们 你吃过了是吧 我转头像征兴地 问了一句陆艳辰 一边把茶几上 未拼完的机器人零件 照原样收到盒子里 又把沙发上被孩子们 威得乱七八糟的抱枕放整齐 我对她说 对了 今天三宝表演班的老师和我说 有个电影导演 要找个外形可爱的小演员 他想推荐三宝 问我们同不同意 我抬头看向陆艳辰 继续说 我考虑了一下 三宝个性外向 又喜欢展现自己 让他去长长见识 倒也没什么不好 坏处是 孩子要抛头露面 对私生活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所以问问你怎么想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我回家后 正是他的第一眼 陆艳辰似乎一直在望着我出神 我突然看过来 他的目光竟然不自在地游以为一下 然后才道 我没意见 你决定就好 他沉溺一下又道 昨天我在车行提车 碰到梁宇了 他似乎还有别的话要解释 但又没有说下去 只钉钉看着我 我正给表演老师回微信 发完了才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 什么 哦 吴悠悠和我说了 我看向手机 我回复老师了 我们同意 但请他安排我们和导演见一面 吃个饭聊一聊 你也把年后的时间空一空 好吧 陆艳辰顿了顿 点点头 好 大宝和二宝吃完了 我走过去 检查大宝的钢琴作业 叫二宝准备去洗澡 又叮嘱保姆监督三宝使筷子 陆艳辰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忙碌间撇到他 突然觉得他像是 被一只透明的罩子隔离在我和孩子们之外 看上去自是清闲的 却又有种奇怪的寂寥感 五分钟后 我坐在大宝的房间里 听了女儿弹钢琴 想到陆艳辰刚刚说起提车意识的表情 我不由轻而嘲讽地笑了笑 我其实知道陆艳辰在希望什么 他希望我打探他 追问他 最好 再带一点醋意和怒气 可是我做不到 不是假装洒脱 是真的不在意 我冷漠得连自己都惊讶 从前的我不是这样的 吴悠悠说的没错 陆艳辰和我确实是我们这个富二代圈子里 难得的因为爱情而结婚的一对 至少对于我来说 是因为爱情 二十多岁的我 还是个脾气大 恋爱恼的富家女 十四岁起 喜欢沈家的老大沈木然 一厢情愿 死缠乱打 为此做了不少不体面的事 后来心灰意冷 又开始游戏人生 父亲安排我和世交乔家的大儿子乔景臣联姻 我也无所谓 不过就是够玩个的 结不结婚也没差别 直到我遇见陆艳辰 彼时陆家还是出入北京的连锁零售业后起之秀 实力相对算弱的 处处都需要圈子里的前辈提起介绍 陆艳辰作为富二代理的后来者 暗场里同样也需要处处谨慎 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 他实在是个聪明讨喜的人 低调 谦和 言谈举止恰到好处 让人如暮春风 圈子里无论男女都对他观感极佳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富家子弟 有着富二代的身份 却没有富二代常见的傲慢和个色 我毫无悬念地陷入了对他的痴迷之中 而陆艳辰用他一贯温文尔雅的微笑 十分妥贴地接住了我的如火深情 那是一段让我幸福到眩运的日子 在那之前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逃不开的女配命 我的美不够脱俗 见识也平庸 就连个性 也不及其他富家女叛逆的那般彻底 偏偏选男人的眼光却不算低 这就导致我很难遇见两情相悦的恋爱对象 然而万万没想到 在圈子里颇受女生青睐的陆艳辰 会对我另眼相看 每次见面时 他会主动来找我说话 时时记住我的喜好 在朋友们看出聊头打趣我们俩的时候 温柔而宠意地望着我笑 那种成为另一个人眼中独一无二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那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偏爱 我迅速地沦陷 沉溺 不可自拔 陆家不是我父亲眼里合适的亲家之选 相比于从前的沈家 乔家 陆家底子太薄 人脉太窄 对我们蒋家助力有限 但我当时的姿态 俨然是非陆艳成不嫁 我母亲倒是赞成我的选择 选男人 一定要选聪明的 蠢人就连犯坏都损人不利己 跟着蠢人没好日子过 陆艳成看着是聪明人 知道自己要什么 现在想想 母亲当时应该 就对这段婚姻的后来有所预见 可惜那时的我听不出来 当时再婚的父亲 刚刚得了一个儿子 心情大好 对我也没有原来那么苛刻 就没有在横家阻拦 我去和母亲报喜 母亲一边娇花 一边哼了一声 什么心情好 那是因为她有儿子了 觉得讲家以后不用指望你了 所以懒得管 诗音你听着 家庭就是女人的事业 你一定要经营好 就这样 我欢天喜地地结了婚 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 婚礼录像里 我一直在笑 一直不停地望向英俊的新郎 甜蜜与依恋 几乎要溢出屏幕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婚后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过得快乐而甜蜜 陆燕臣是个坏的 不显山不露水的男人 情绪很少外露 却又自有种勾人的魅力 她那些不动声色的眼神和低语 每每让我反应过来 都会一瞬间面红耳赤 尖叫着跳到她身上拳打脚踢 我恨得牙痒 又爱到心计 回想起那些日子 感情量浓稠 像为记忆蒙上一层蜜色的滤镜 十分不真实 婚后 陆家的零售业 搭上蒋家房地产业的顺风车 日益壮大起来 婚后第二年 我生了一对龙凤胎 陆燕成自是春风满面 公公婆婆 更是把我这儿媳妇捧上了天 就连一向严肃的父亲 都夸我一句争气 那时的我 是连母亲都感慨 确实有几分狗屎孕的人生赢家 生活里整日弥漫的 都是鲜花和礼物的味道 两个孩子全全交给公婆 保姆和月儿嫂 我每天最伤脑筋的 就是今天的妆容 换一种什么风格 才能让陆燕成眼前一亮 用哪一种餐前阻断剂 才能放心吃大餐 又不长胖 怎么才能说服陆燕成 陆燕成陪我去体验 新开的那家密室逃生 婚后第三年 我意外怀上三宝 也是在同一年 我偶然从陆燕成的手机里 发现了陆燕成 在外面的风流运势 从结婚开始 就一直没断过 对能干女下属 不痛不痒的感情投资 和女性合作商 冠冕堂皇的私人应酬 与品牌代言女明星 捕风捉影的桃色新闻 也许客观说起来 与某些花花公子比 陆燕成的行为不算过分 可我无法接受 我无法接受 在自己满心满眼 都是她的时候 她能腾出那么多时间 和精力与 形形色色的女人暧昧 我无法接受 自己虔诚信奉的 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爱情童话 底色却难逃 饮食男女的欲望苟且 我无法接受 曾自认是她心目中 独一无二的自己 原来也只是糟糠之妻 不过如此 我疯了一样地 找陆燕成哭闹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我向父母诉苦 找公婆评理 光是心诗动众地 去医院打胎 都去了三次 可我舍不得 我不过是想要看陆燕成 着急后悔罢了 我那么爱那个男人 爱到恨他的父亲 恨得咬碎了牙 可看到他的身影一眼 泪珠还是会立时滚落 最后一次去医院 是夜半时分 那次我真的和陆燕成 闹得动了胎气 孩子险些流产 惊动了两家老人 婆婆急得晕倒 公公甚至做事 要打入燕成 父亲则对我很生气 认为我任性胡闹 小题大做 哪个男人在外面 没有写花编新闻 母亲沉默地陪着我 在左右无人时 才苦口婆心 说了一句话 诗音 你当初选这样一个男人 就应该想到 他不会安心于 待在一个女人身旁 又出色又专一的男人 大概是有的 但是你我这种女人 都没那个运气遇到 这世界上 复兴的戏码每天上演 我不是第一个伤心人 剧情也没什么新鲜 我在辈子里 无声地痛哭 那些主角光环 从来没有落到 我头上过 我终究还是逃不过 龙套女配的命运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在父亲的命令 和母亲的劝说下回了家 陆燕成将大宝二宝 从爷爷奶奶那里接回来 两个孩子围着我 又笑又叫 我搂着孩子们 忍着心酸 强颜欢笑 晚上我卧床休息 陆燕成与保姆 一起安排了 两个孩子睡下 又回到卧室 我背对门口 冷冷地说 出去 陆燕成叹一口气 在门边的地板上 坐了下来 我半嗓都没有听到声音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我当然不希望他真的走 但看到他在地上坐着 我的火气又窜上来 叫你出去 我把一个枕头扔过去 陆燕成没躲 挨了一下砸 他心平气和地 把枕头放在一边 我感到拳头砸在棉花上 一般的无力 一股巨大的委屈 席卷而来 我啜气起来 许久 当我的啜气声稍稍停歇 陆燕成开了口 讲诗音 我还以为 对于结婚这件事 我们之间是有共识的 他闭着眼睛 捏一捏鼻梁 声音有些疲惫 又带着一点 类似遗憾的歉意 我一下子停住了啜气 有一点懵 但又有种危险的直觉 一点点冰冷地缠绕住心脏 陆燕成说 你知道吗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无意中听到过 他们说的一句话 讲诗音这个恋爱困难户 这次终于在陆燕成这找回一次场子 我以为你也只是想要找个顺眼点的男人嫁出去而已 至少在这场婚姻里 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不是吗 眼泪干涸了 我愣愣地抬起头 一些换作聪明女人可能早就冻落观火的真相 我此刻才稍稍明白过来 陆燕成继续说 当然 我当初选择你作为结婚对象 除了美成的发展和讲识物业版图不谋而合 你本人的很多优点也是我很看好的 你单纯 孝顺 传统 容易满足 喜欢小孩 是个好妻子的人选 事实也证明 确实如此 而我 自认也做到了当时承诺的 给你舒适的生活 和谐的家庭 我想我对你应该算得上温和体贴 对孩子和你父母也都尽心尽力 至于你发现的那些女人 陆燕成有些困扰地爬了一下头发 我觉得你完全没必要介意 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撩拨他们 他们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我没有明确拒绝的极少数 我这样说 你明白吗 就是人们常说的逢场作戏 我这个人 其实对女人没太多感觉 什么情爱爱的 我都没兴趣 所以你放心 没有任何人会撼动你陆太太的位置 我也绝不会破坏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有顾虑 以后我的收入 可以更多地放到你和孩子名下 我希望我们可以理智地看待和解决这件事 尽量不要内耗 而是让整个家族利益最大化 你看好吗 他洋洋洒洒一番话 简直入情入理 让人觉得 作为妻子 如果还想不通 就是无理取闹了 我却只觉自己像泡在冰水里 连心脏都失去了最后一丝热气 这场我为之奉献全部感情和心思的婚姻 对于陆彦成来说 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利益的博弈 最讽刺的是 他甚至不觉得抱歉 我闭上眼睛 轻轻苦笑了一下 两行凉凉的泪无声而落 你出去吧 再一开口 嗓子已全部哑掉 陆彦成沉默地注视我片刻 起身走出去 他那么冷静 全然置身事外 在我的痛苦面前 他向着怜悯的旁观者 陆彦成那晚把话说开后 我在家里待不下去 怀着满心情绪 挺着运度回了母亲那里 母亲却没在家 我给他打电话 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奇怪 有些装模作样的难过 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 你爸脑一血 在重症监护室呢 医生说 情况不太好 你叔叔姑不敢拿主意 叫我过来商量 我有点着急 怎么搞得突然脑一血 在哪个医院 汤阿姨呢 母亲喝一声 别提你那汤阿姨了 都是他干的好事 前几天幼儿园体检 发现蒋坤血型是O型 你爸一个AB型血 怎么生得出O型的儿子来 去做了亲子鉴定 蒋坤跟他一毛关系都没有 老东西白给人家养了三年儿子 母亲压低声音笑了一会儿 又道 你爸把汤月灵打了一顿 没想到他还不服气 说亲不亲生有什么关系 谁的儿子不是养 说就你爸那脱裤子都费尽的老帮菜 自己生不出来 平白的这么个漂亮儿子 还不偷着乐 把你爸硬生生气出了脑溢血 母亲笑完了 嘲讽的感慨 我还真是小瞧了这个汤月灵 这份野心和胆量 还真不是谁都能有 母亲干脆地说 你月份大了 医院人杂 你不要来了 这里不缺人手 闺女啊 你一定要和陆艳成 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把三个孩子养好 帮陆艳成把生意做大 给妈争口气 让那个一心想要儿子的糟老头子看看 谁才指望得上 母亲的声音 亢奋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恨意 今年累月 深刻入骨 我茫然地放下了手机 我能理解母亲这些年来的屈辱和痛苦 此刻母亲强烈的心愿 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置之不顾 原来婚姻不是指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 她还承担着这么多复杂的角色 父亲在ICU里躺了一个月 听母亲说 她之前为了给蒋坤打江山 投资行为相当激进 连续赔了几个项目 造成资金链紧张 此次突然发病 和这段时间的担金截律不无关系 且她平时管理公司的风格很专制 如今她一倒 公司群龙无首 很快显出败相 我回家这段日子 陆艳成似乎只当我回娘家养胎 照着若无其事每天和我联系 有空还开车带大宝二宝过来探望 我爱着母亲和孩子们在 只好淡淡与她应付两句 我还没有想好 这段婚姻到底何去何从 这天陆艳成走后 母亲和我商量 要不要和陆艳成通通气 让她过来接手蒋家的公司 我犹豫一下 摇摇头 美城最近越做越大 陆艳成应该没有时间和兴趣 接手这个烂摊子 母亲想了想 点点头 也对 我们也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过了一会儿 母亲又说起我叔叔和表弟蒋宁 每天都很积极地来看望我父亲 但在我印象里 以前我们两家走得并不很近 母亲轻蔑地笑 你叔叔一看你爸那便宜儿子没了 想要让他家蒋宁来摘果子呢 他想得美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 不想烫这趟浑水 妈 咱们别掺和了吧 母亲没说话 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 并来如山倒 父亲出了重症监护室 病情却每况愈下 进入昏迷状态 令我惊讶的是 母亲竟放下钱嫌 住进医院 每天稀谈擦身 悉心陪护 我心疼母亲 自己挺着肚子 又没办法代劳 私下里劝他 妈 找个护工算了 你也年纪大了 别再累出病来 母亲摇摇头 嘴角挂着一丝笑 放心 不白忙 也没几天了 那天晚上 父亲便进入弥留状态 我通知了陆彦成 和他一起匆匆赶到医院 父亲精神看起来 比前两天还好些 母亲告诉我们 这是老人们 经常说的回光返照 父亲向我和陆彦成 说了几句叮嘱的话 将我一个人留在病房里 我听张律师说 你想离婚 我犹豫一下 没说话 前阵子 我的确就离婚的是 咨询过父亲的私人律师 父亲叹一口气 闭上眼睛 我看得出他的失望 没想到最后一刻 我仍然在让父亲失望 我的泪夺矿而出 世音啊 你知道 爸为什么一直想要个儿子吗 不全是因为重男轻女 如果你遇事能权衡利弊 以大局为重 而不是这样感情用事 整天只想着那些小情小爱 爸爸说不定 也能放心指望你 你觉得委屈了 被冷落了 就想离婚 你有没有想过 离婚后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怎么办 你和你妈都不是做生意的料 家里的公司 给你们也守不住 到时候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你和你妈 是吃得了苦的人吗 三个孩子养尊处又惯了 跟着你 就算陆燕成给足了抚养费 将来万一他又结婚生子 你以为还有多少能留给你的孩子 世音啊 陆燕成如果是那种酗酒家暴 抛弃弃子的混蛋 爸爸一定支持你离婚 但是目前看来他并不是 爸爸是男人 负责任地对你说一句 在男人里 陆燕成这样的 就算难得了 人生就是有得有失 有所放弃 也有所珍惜 父亲颤巍巍地说完 便不再说话 只看着我 从小到大 我从未被冷淡的父亲 这样专心地注视过 心里又酸又苦 不停地流泪 许久才勉强找到声音 哽咽着握住父亲的手 爸爸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听你的 父亲终于闭上眼睛 气弱油丝 叫你妈进来 母亲在病房里待了很久 直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出来时眼睛红肿 却不建议滴泪 父亲葬礼那天 我剖腹产生下了三宝 三宝满月的时候 父亲的遗产继承 终于完成了 根据父亲临终医院 公司被卖掉 变现后分成几份 我拿二分之一 母亲八分之一 叔叔姑姑和表弟个八分之一 我的那份 父亲指定由我个人单独继承 母亲把自己那一份给了我 语气平淡道 你爸刚住进医院的时候 就立了一份遗嘱 那份遗嘱里 你和你表弟的份额 与现在这份相反 他看着我笑笑 这就是我在医院 没日没夜四个月的价值 我抱着三宝 惊痛地望着母亲 母亲慈爱地逗弄着三宝 轻聊淡写地说 诗音 爱情这种事呢 年轻时候做做梦就完了 结了婚有了孩子 谁能对我的孩子好 我就爱谁 明白吗 我顺着他目光 看向三宝 他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咧着眉牙的小嘴对我笑 三宝满三个月 我带着他 搬回了和陆燕成的家 那天陆燕成回到家的时候 我正在规制自己和三宝的东西 心停气和 有条不紊 大宝和二宝 兴奋地围在弟弟床边 一边好奇地盯着婴儿看 一边不停向我问着问 我温柔而耐心地回答着 听到保姆说先生回来了 我回过头 对他浅浅笑了笑 回来了 我没等他回答 回过头自顾自继续做事 我能感觉到 他的目光久久落在我身上 是太久没见吗 我觉得你有些变化 但又说不出是哪里 他低声道 眼里带着一点试探的笑意 我回给他一个微笑 并没有说话 我知道他所说的变化 大概就是 从那天起 那个曾经满眼是他 喜悦与难过都写在脸上 情绪时时被他牵动的讲诗音 永远地消失了 晚上 大宝二宝热闹到半夜 终于恋恋不舍地睡了 三宝也由育儿扫带去睡 卧室里剩下我们夫妻二人 我对着平板电脑 聚精会神地和对张律师 发来的一些信托文件 陆燕成一个人坐在床边 似乎有些难得一见的不自在 许久 我忙完了 收了平板对陆燕成道 前两天听爸妈说 美城最近新开了几家门店 资金流量很大 我有个提议 你是否有兴趣听听 结婚近五年 我第一次对陆燕成的生意 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啊 你说吧 陆燕成回答得很快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的语气竟有那么一点 受宠落金 我说 我现在手上有一笔现金 看了几种信托都不太满意 我想入股到美城 股份寄到三个孩子名下 你同意吗 我看着陆燕成 有些细血地笑了笑 虽然对于你来说 所有姓陆的孩子 都是你的家族成员 我却还是想为我的孩子 多争取一点 我的意思不言而喻 这是自夫妻俩上次谈话之后 我第一次正面和他提起这桩分歧 我尽量把态度放轻松 话语里却难免现了锋芒 陆燕成看起来有些尴尬 又有些隐约的烦躁 电波的语气竟有些不快 蒋诗音 我说过 你和孩子们的地位 没人能撼动 你也不必这样讽刺我 我笑笑 那么 我就当你同意了 当然 陆燕成语气有些赌气般的声音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股份我给双倍 我勾着嘴角 起身去梳妆镜钱磨乳液 陆燕成沉默片刻 问道 这钱是爸爸留给你的 嗯 我没打算隐瞒 语气自嘲 没办法 他女儿不争气 公司打理不了 有没有别的能耐 老父亲只好走最笨的路子 留笔钱给他和外孙们 我若无其事地笑着 往胳膊上慢条丝里涂乳液 努力控制住微微颤抖的嘴角 眼里却还是有泪光闪烁 我对自己有些失望 因为尽管努力掩饰 我还是雨带讽刺 又无法控制地流露出伤感和脆弱 陆燕成沉默地望着我 目光里似有几分不忍 我听到他寂不可闻地叹口气 然后起身走到我身后 抬起手臂将我圈在怀里 滴滴倒 在我面前又何必强装笑脸 想哭就哭出来 我低着头 把小臂上最后一点乳液抹匀 抬头从镜子里望向他 展开一个无懈可击的微笑 谢谢 我自认表现得冷静又得体 陆燕成却像是哪一处 被彻底刺激倒了 手臂强硬地收紧 偏过头去闻我的耳侧和脖梗 呼吸都急促起来 我微微仰着头 看着镜中的两人 男人半合着眼眸 表情专注 侧脸线条紧绷 是全然情动的模样 我朝自己欺然笑了一笑 轻轻闭上眼睛 那一晚 只有陆燕成一个人尽兴 大概是很久没有在一起 他甚至表现出一种 胜过新婚的狂热 与他相反 我的身体明显紧绷僵硬 我相信陆燕成能感觉到 我在努力配合 但还是无法回到从前的柔软和热气 事后 陆燕成温柔地抚摸我的肩膀 纹我的头发 我能感觉到他的遗憾 也能感觉到他的包容 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觉得 我心里有卡 想着过了这段日子 两个人慢慢修复了关系 应该就好了 在那一瞬间 我也曾经以为是这样 但没想到的是 从那以后 我就再没能柔软下来 从那以后 我的生活重心 完全放在了孩子和母亲身上 大宝性格安静 成绩好 喜欢钢琴和书法 二宝调皮爱搞破坏 家里的电动玩具拆了遍 什么课外班都不喜欢 唯独对无人机机器人之类感兴趣 三宝是人爱疯 爱表现 街舞班表演班篮球班 个个上的不亦乐乎 我把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安排得张弛有度 各有重点 孩子们生活的充实又快乐 个个都有拿得出手的过人之处 我给母亲报名了老年大学 还说服她参加了老年模特队 她整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 日益荣光焕发 就连公公托破那里 我也照顾周到 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采衣于亲 逢年过节的礼物也得体又贴心 我和圈子里的朋友们 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 长袖善舞 头人所好 很多引力的商业动向 都是我从太太团里打听出来 提供给陆彦成的 我想我终于修炼成了 名副其实的陆太太 无可挑剔 不可替代 三宝两岁那年 美城打入香港市场 陆彦成出差回来 因为疫情被隔离在深圳的酒店里 天巧婆婆突发心梗 送去医院急救 医生下了病危同志书 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疫情期间 医院只允许一个家属陪护 还不允许换人 公公年纪大了 又不会照顾人 请护工照顾 没有意识的老人 总归不放心 于是 从找主刀专家到和医生沟通手术方案 再到后面没日没夜的照顾陪护 全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 等三周后 陆彦成从深圳赶回北京 婆婆已经顺利出院 那晚 我们俩从公婆家里聚餐回来 把孩子们安排睡下 我拿了睡衣去洗澡 回房间时已经睡意浓重 见陆彦成还穿着外衣站着 我打着哈欠嘟囔了一句 这么晚 还不去洗 却被陆彦成一把拉进怀里 紧紧拥住 我下意识推举了一下 结果她手臂更用力 脸紧贴在我发间 我有些本能的不自在 今天太累 我没有洗头 陆彦成沉默地拥抱我许久 才滴滴道 诗音 我是不是 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谢谢 我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笑 语气随意 一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 对了 我将陆彦成推开 抬头望她 无忧忧想要在她家小区门口 开一家会员制国标舞俱乐部 拉我入伙 我了解了一下 那个小区住的都是高级白领 或者拆迁户 应该不愁客源 吴悠悠自己也学过十几年国标 算是半个内行 所以我觉得这主意应该靠谱 我想试试 我圈着她的腰 微微向后仰 笑笑地歪着头 陆老板要是真想谢我 不如赞助我一笔启动资金啊 陆彦成目光 沉沉望我许久 淡淡弯一弯嘴角 好 我点脚非快亲一下她的脸 那就谢谢老公了 我很努力地扮演一种 轻挑败金的角色 哪怕知道自己的表演 真的很跌脚 我高高兴兴 却给吴悠悠打电话 陆彦成沉默地站在原地 我猜她此刻应该体会到 当自己愁愁地捧上一颗真心 却被人用利益智上四个字 狠狠扇一个耳光 是什么感觉 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 我们两人都处于一种 奇怪的关系里 陆彦成在努力试图 把我们之间那种 微妙的隔膜撕开 让彼此能够有机会坦诚相待 我却一直在四两拨千斤 不着痕迹地逃避 国标舞俱乐部开业顺利 吴悠悠为了吸引 有钱有闲的女客户 请了几位帅气的男舞蹈老师 其中教探歌的那位 还是阿根廷人 叫僧提诺 据说还是国际上 很有名的探歌舞者 我只入了鼓 经营一带不管 偶尔顺路才进去看看 这天我去最大的舞蹈 是找吴悠悠 正好赶上探歌课下课 学员们都还没走 怨恋不舍地围着桑提诺讨教 那高大的外国男人 一眼看到我 热情地扭着舞步过来 拉着我的手飞快地旋转 最后一个下腰定住 我大脑一片空白地 被他拎着转了几圈 上半身悬空后仰 才下意识攀着他手臂 学员们捧场的鼓掌叫好 桑提诺扶我站好 笑着说 这么柔韧的腰 不学探歌可惜了 我有些不快 碍于场合没有发作 冷淡地笑了笑 走出教室 后来几次聚会尾牙等活动 我们又见了几面 我有些纳闷 吴悠悠最近怎么有事没事 总教我来这里 吴悠悠意味深长地笑 我也是受人之托 诺 那阿根廷人 迷上你了 我下意识朝那外国人方向看了一眼 只见他正端着酒杯 缓缓向口中送 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 我若无其事一开目光 皱眉对吴悠悠低声道 你搞什么 疯了吗 吴悠悠有些醉了 痴痴一笑 有什么关系啊 南华女爱图个乱呗 你以为你家陆燕成在外面能老实了 他凑过来 这外国老一看就是会玩的 又高又壮又热情 整天跳舞 肯定体力好 怎么 你还真要为陆燕成手身如玉啊 你俩现在 一个月还能有几次啊 相处这么多年 我对吴悠悠 恨人有笑人无的大小姐脾气 十分了解 姐妹一场 我也没兴趣去对吴悠悠的 道德观作评判 索性笑而不语 将话题岔开 聚餐结束 吴悠悠拒绝了 我送她回去的好意 还一个劲儿的高声招呼桑提诺 让她送我回家 我只好把醉醺醺的吴悠悠塞进车里 嘱托代价慢点开 又给梁宇打了电话 放下电话才发现 其他的员工都走了 只剩下桑提诺 还在我身边紧跟着 她显然以为自己 今晚有机会 朝我暧昧地笑 栖身贴上来 我懒得和她多说话 深更半夜的 心里多少也有些顾忌 快步走到自己车边 上车将车门甩到她脸上 车子会进车流里 我慢慢放松下来 想起吴悠悠的话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我和陆燕成这方面的频率不算低 但我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感到享受 就好像心冷了 身体也很难热起来 但可悲的是 与陆燕成之外的男人找乐子这种事 我仍然不能接受 我想起以前问母亲 为什么不再找个爸 母亲有些苍凉地笑 你爸是个混蛋没错 可见过这么多男人 还是觉得没人能和他比 我自嘲地笑了笑 事到如今 我终于理解了母亲 这与那个男人已经没有关系 只是不想亵渎了自己 大宝弹完了钢琴作业 我将陷入回忆的思绪收回来 赶紧给女儿一个拥抱 有针对性地夸奖几句 忙到夜深 三个孩子终于睡了 我刚回到卧室 俱乐部又来电话 说吴悠悠老公良宇来闹事 把店里砸了 还把吴悠悠打了 电话里一片高声叫骂 小前台说话都直哆嗦 我揉一揉额头 眼看掉过年 这都什么事 我挂了电话穿外套 陆彦晨拿起车钥匙说 我和你一起去 我看了他一眼 犹豫一下 点点头 我们来到俱乐部门口 透过透明玻璃 看到大厅里灯火通明 吴悠悠胡乱裹着条毯子 劈头散发 指着梁宇尖声叫骂 床上前前后后超不过三分钟 还有脸来捉我的肩 妈的只知道你那玩意儿小 没成想心眼儿更小 说好了个玩个的 你凭什么管我 蒋十一也和他睡了 任陆彦晨愣都不问 那才叫干大事的男人 我无奈地翻了白眼 这姐妈实在要不得了 陆彦晨偏过头来看着我 面无表情 梁宇冲上去打了无忧忧一耳光 被他带来的同伴赶紧死死拉住 气喘如牛 你他妈还有脸说 刚刚那外国佬求劳的时候都摊牌了 他先勾搭的蒋诗英 没得手才找你卸火 还能捞着点零花钱 你呀还以为自己是什么香波波 宠货 陆彦晨看了眼角落里 被人按在地上的桑提诺 铁青着脸要推门进去 我站在原地 突然觉得没劲 我先回去了 我自顾自转身往台阶下走 一句也不解释 陆彦晨扭头盯着我 脸越来越黑 然后转身大步追上来 坐进驾驶座 一路上他不说话 把车开得像要飞起来一样 陆彦晨的怒气 一直持续到进家门 他将门摔得扇响 将我推在墙上 亲吻如凶狠地啃噬 我怕惊动了保姆和孩子们 一边躲避 一边生气地推丧他 陆彦晨一把将我抱起来 直接抱进房间里 扔到床上 我弹坐起来 头发都散掉了 愤怒地瞪着他 你发什么疯 陆彦晨扯掉外套压上来 不由分说 堵住我的嘴 一场欢爱如床上的战争 许久 我终于筋疲力尽 放弃挣扎 望着天花板 疲惫地说 怀疑我你可以离婚 不必这样折磨我 陆彦晨牢牢占据着我 脸埋在我颈尖 许久才嘀嘀道 我没有怀疑你 我知道你对男人没兴趣 他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 抬起头看向我 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热起来 碰你哪里才有感觉 是这儿吗 嗯 还是这儿 他的动作稍显粗鲁 泛红的双眼却暴露了 些许无助和绝望 我没想到 他突然会有这样的表现 下意识闭上眼睛 陆彦晨冷笑了一下 垂眼看着我 你恨我是吧 从四年前开始 你心里就一直过不去 对不对 嫌我脏 跟我上床向被强奸 他的声音越来越重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从那以后 我有没有再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 碰过那些女人 他将床上三宝的 一只玩偶丢出去 重重砸在墙上 我还闭着眼睛 但剧烈起伏的胸脯 泄露了乱掉的呼吸 房间里安静下来 只剩陆彦晨急促的喘气声 他坐在床上沉默许久 腿染抹一把脸 起身套上裤子 拎起外衣走出去 两天后就是除夕 今年公婆和母亲 都在我的小家过年 所以会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拜年 我忙得团团转 从长辈们的消遣活动 到孩子们的新年衣 再到待客的菜色酒水 红包点心 样样都要准备周全 我们发生冲突那晚 陆彦晨一夜未归 第二天下班回来倒也心平气和 若无其事 甚至还主动帮我安排些家事 除夕那天 我和保姆在厨房忙念夜饭 公公写春联 母亲和婆婆聊天看电视 三个孩子终于盼来了天黑 吵着要放烟花 北京竟放烟花好几年 年味已经越来越淡 今年为了让孩子们开心 陆彦晨特意从厂家买了些电子烟花回来 他挑了几个最简单安全的 教会二宝使用 三个孩子就高高兴兴在阳台上放起来 电子烟花效果 其实与普通烟花没法比 好在孩子们无从比较 倒也玩得兴高采烈 我不放心 跟到阳台上来嘱咐 千万注意安全啊 让爸爸给你们放 不许自己弄 几个孩子敷衍地答应着 二宝朝爸爸偷偷办个鬼脸 我转身要回厨房去 陆彦晨拉我到怀里圈住 忙什么 看一会再走 孩子们都喊着妈妈快看 我没办法 只好留下 陆彦晨轻轻拥着我 蹭一蹭我耳边头发 那天晚上 对不起 我没说话 许久才摇摇头 身体却不知不觉放松下来 我那天 其实很害怕 陆彦晨接着说 语气平静 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坦诚 我发现 如果你真的 有别的男人 我完全没办法接受 孩子们玩得大呼小叫 我很庆幸 这样我就可以假装看着他们 不必面对陆彦晨 蒋诗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其实是爱你的 不是什么老夫老妻的习惯 也不是什么亲情 是越来越深刻的爱慕和吸引 我越来越喜欢看着你 看你在家里走来走去 看你慢条思理的安排家事 看你对孩子们温柔地笑 我越来越享受和你待在一起 哪怕你不和我说话 哪怕你对我视而不见 蒋诗音 我很抱歉 我的感情迟来了很多年 但我希望你能够面对它 试着接受它 再给我们的爱情一个机会 后半辈子还有几十年 情投意合的婚姻 总比同床一梦 更有可能幸福 对不对 我望着那电子烟花 好久才笑着自嘲 这电子烟花 看着好奇怪 不伦不类的 就像我 陆彦晨皱着眉头看着我 刚要说话又被我打断 你还记得我刚跟你结婚时的样子吗 爱哭爱笑 恋爱恼 信物诚服 很蠢声声 但那个我 才是真实的我 虽然它被我彻底地抛弃了 你喜欢现在的我 是因为我现在理智 冷静 精灵 最符合你对妻子的预期 我其实并不怪你 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 一开始就爱上我 但你的确在没有事先说明的情况下 用虚假的婚姻 换走了我的一颗真心 不过我现在都已经想明白了 陆彦晨 你我骨子里都是俗人 你为了利益 可以出卖自己的婚姻 我也没能做到 你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能理解你 也会和你一起走下去 但我们这种俗人 就别再对任何纯粹而高尚的感情 抱有奢望了吧 我声音里带着豁达笑意 还有一丝无奈的叹息 门铃响了 保姆去开门 是第一波来拜年的亲朋 客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三位长辈起身寒暄 三个孩子也跑过去 拉小伙伴一起玩 我顺势将陆彦晨的手臂 从自己腰间拉下来 快步走过去 招呼客人 陆彦晨一个人 站在昏暗的阳台里 目光静静追随着我 像这几年来 他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我也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故意忽略他的目光 集中精力去和客人寒暄 勿求做到热情周到 八面玲珑 客人都已落作 男主人却迟迟不现身 这太失礼了 我忍不住朝阳台上望一眼 撞见陆彦晨的目光 忧深的 寂寥的 藏着几分苦涩的无奈 还有几分绵长的情谊 见我称怪地瞪他 他朝我笑了一笑 缓步朝客厅走来 我垂下眼 定了定神 他刚刚的笑容 温柔而包容 让我竟然有一瞬间的心软 这一生与所爱的人 永远近在咫尺 却又遥不可及 对他来说 是不是有些残忍 然而我很快又释然 是他蔑视真心 太过随意地用感情交换利益 又缺乏耐心 没能等待岁月 将蒲玉打磨出光彩 这是对他这样 亵渎感情的 凡夫俗子最好的惩罚 孩子们终于忍不住 把最大的烟花启动了 阳台上空一片绚烂 我有条不紊地安排开席 一边随众人一起笑着望过去 一边是浪漫烟花 一边是俗世烟火 余生广阔 从此一切由我 自在随心